任嘉伦为S诚意 欢瑞一哥究竟是谁 本期内容为大家揭晓 所有观点 金松小编个人角度出发 欢瑞世纪 一家捧红一众流量明星的老牌公司 像初代四大顶流之一的李一峰 八五花指手的杨幂 BG之光的杨阳 还有90后实力小画杨子等等 均可以说明 此公司是有点家底在身上的 但花五百日红 随着以上明星的相继解约 关于一哥二一姐的PK 众说飞云 因此有了这期视频 小编将从颜值 演技 资源等方面 来说任嘉伦和诚意之间的差距 首先当然是剧迷关心的颜值 毕竟有颜任性不是白说的 作为古装美男大户的两人 任嘉伦的演技开车 和诚意的破碎感 在内语已经是风神一般的存在 郭超妈生好皮囊 纯天然的颜 即便是素颜出镜 也能扛得住4K镜头 她的面部比例协调 眼睛非常深邃且有神 加上卧蚕 笑起来是小奶狗 不笑的时候非常正气凛然 眉骨威拱增加了霸气的感觉 还有这鼻子是真的不错 山根挺拔 鼻衣不大也不小 正正好 这样子就会显得五官十分立体 一张薄唇的小嘴巴 是女生都会羡慕的程度 关键是郭超的下颌线 比小编的事业规划都清晰 慕了慕了 不仅如此 郭超的脸型非常小 别人演古装戏都担心发际线 只有她还需要往后替点 是谁目了 评论底下留言 还有她那张娃娃脸 不仅抗老 即便过了三十 依旧能保持少年感 整个人还透露出 国泰平安的感觉 顿时小编就觉得上天不公啊 再来看看诚意 不属于第一眼美男 但是胜在五官清秀柔美 值得细品 小编觉得诚意的古装 比现代妆更好看 她的颜值就不属于浓眉大眼 而是清秀俊美 这种气质就很适合 仙气飘飘的感觉 即便不是浓眼戏 可诚意的美眼与鼻梁依旧立体 尤其是鼻骨突出 轻微的驼风鼻 更加添了一丝英气与硬朗 她的颜值会给人感觉 岁月温柔 与世无争 也可以是并交 斯文败类 颜气白切黑 或者破碎感强烈的角色 适配度满分 因此在颜值这块 小编把票投给国超 大家呢 其次演技实力 国超和诚意 都是古装戏出圈的 任嘉伦的陆毅 周生辰 都是剧民心中的百月光 诚意与思凤超话 到现在依旧还很活跃 足以看出这个角色的后劲了 在琉璃中 诚意每次落泪 都是在大家心坎上蹦跌 情感爆发戏份 可圈可点 毫无挑剔 到剧情后期 更是一场比一场惊艳 哭得观众心都碎了 虽然哭戏并不多 但是印象都非常深刻 感染力非常强 他戏里一哭就觉得 他好可怜 好委屈 好无奈 心中五味杂粮 诚意在剧中 不管哪场哭戏 表情到位 感情饱满 让人觉得非常入戏 还有优秀的一点是 当下需要什么情绪 就是什么情绪 而且哭戏很有特点 隐忍的爱和痛 交织在一起 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的一些小表情 也很抓人 甚至有网友说出了 丝缝眼圈一红 感觉三界都欠他的 非常形象了 任嘉伦出名的 就是眼神开车了 尤其是在锦衣之下中 陆大人随随便便一个眼神 不同气氛 不同感觉 跨度极广 不仅能杀人于无形 还能宠溺到极致 在打戏中 陆大人的眼神是灵力的 先用眼神震住对方 来一波心理战 然后再用功夫 以绝对的武力值 拿下对方 斗惊吓时 这贼贼的小眼神 充满挑逗与试探 岂止惊吓心动了 喂饭时的陆大人 眼神都温柔了不少 真是永远都看不腻 陆毅办案中 追捕暗饭时 无意间砸了惊吓的豆腐摊 抓住暗饭后带离去 惊吓拦住陆毅 一脸谄媚的索赔 啰啰嗦嗦的 遭到陆毅一脸嫌弃 陆毅眼神中 一副懒得计较的样子 十分形象 在另一场戏中 看着自己媳妇在剪纸时 更是对惊吓 还有如此巧手的吃惊 但又不能表现在表情上 只能用眼神表达了 对惊吓的好感又增加一些 于是才有后面 专门为惊吓放花灯的想法 在古偶剧游刃有余的国超 在现代剧依然好评如潮 在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中 任嘉伦出演建筑设计师顾川 这是一个任嘉伦和任国超 同时出演的角色 前期的顾川比较丧 因为机械心脏的原因 她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有人说是干啥啥不行 想死第一名 自从找到了心动女孩 江晓宁之后 顾川整个人都变了 走路轻盈了 心脏数据平稳了 脸上也有灿烂的笑容了 第一集的顾川 没有遇到媳妇前 是一脸丧气的阴霾川 一心只想寻死 生不如死 所以一个大活人 去给自己买墓地 死气沉沉目光呆滞 那根本不是霸总 而是丧总 遇到媳妇之后 是一脸阳光的晴朗川 手捧鲜花 踏着欢快的节奏而来 笑得甜死个人 眼睛都是亮晶晶的 有了爱情的滋润 顾川的笑容简直比蜜甜 眼睛里闪出的光芒 比星星还耀眼 这样的笑脸 再配上手里的向日葵 妈呀 顾川眼神会开花 顾川一开花 可拉你我他 因此在演技方面 任佳伦和诚意 可以打成平手 但就代表作来说 国超略胜一筹 光是必刷剧 就打到六部 像周生如故 一生一世 锦衣之下 大唐荣耀等等 笑编之前的视频 已经提到很多遍了 反观诚意 也就流离这一部 知名度高的剧集 之后拍的剧 相继扑街 少年仍需努力呀 接着在代播剧方面 任佳伦的与君出相识 和诚意的沉香如蟹 都放在库场播 虽然在同时期 播放的可能性小一些 但毕竟是同类型 拿来比较的 可能非常大 这两部剧的主演 可是卡斯阵容 任佳伦搭档 迪丽热巴 一个古装美男 一个古装美女 光是颜值上 便是一种视觉享受 此外 与君出相识 还有库场超强的buff在身 很有抱的潜质 沉香如蟹的看点也不少 第一 自然是该剧的剧情高虐 让人泪一点拉满 剧中枯戏不少的同时 更是充满了男女主 相爱相杀的剧情 大家又要在 虐离兆堂了 第二就是打戏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沉毅这形如流水的动作 完美 第三就是演技了 养子搭档沉毅 指定不会差到哪去 那么问题来了 哪部剧能火呢 接着在受公司青睐方面 沉毅自从电视剧 流离爆火之后 欢瑞就把重心 都放在了他身上 毕竟未婚未育 男青年 相比已婚已育的男演员 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公司为了培养诚毅 为他推了好几部戏 比如男风之我意 长安诺 理想照耀中国等 基本都是圈粉的题材 不仅如此 诚毅在影视资源方面 也要力压人家轮一头 就拿沉香如蟹来说 开拍前 女主角迟迟没有确定 原定的景田 临时放弃出演 到最后关头 公司委派杨子出任女主角 粉丝心里都明白 这部剧就是为了捧诚意的 谁当女主角都只是个陪衬 郭超因为英年早婚的缘故 丧失了不少女友粉 公司起初对他并不重视 甚至还血藏一段时间 不服输的郭超 硬是用演技 给自己打拼出一条花路 即使一个小角色 郭超都不放过 慢慢的 大家接受郭超已婚的事实 成为事业粉和性格粉 在他的身上 小便看到了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还是靠演技说话的 这样才能走得长远 郭超用实力打脸 那些人的有眼无珠 今后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 最后在综艺方面 郭超去年是嗨放派的常驻嘉宾 录制《向往的生活》 极限挑战《青春环游记》等 让大家看到 任嘉伦身体中隐藏的郭超 无论是碎碎念 还是与好友的相爱相杀 都成为大家的快乐源泉 反观诚意 去年的综艺动态为零 除了剧之外的曝光度很少 因此热度不如郭超 对于欢瑞一哥的争夺 胜负已然揭晓 不过这个头衔 究竟对于演员有没有用还另说 因为演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演技 塑造角色的能力才是硬核武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之前的视频中 还有任嘉伦对谈松韵的两副面孔 郭超超一场面 真的不来看看吗 关注本频道 任嘉伦各种资讯尽数掌握 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一下呀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任嘉伦的精彩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